伊朗总统刚刚出事,现在又轮到沙特国王 昨天,伊朗领导人莱西突然遇难之后 在中东又传了一个讹号 据沙特阿拉伯官方的媒体《沙特通信社》的消息 原本安排在20号出国访问日本 结果沙特王处穆罕默德·本萨拉曼 突然宣布推迟出行计划 日本共同社的消息中 日本官方长官林芳正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这一消息 随即外界就注意到取消行程的原因 很可能是沙特国王突然被送往沙特第二大城市 几大紧急接受治疗 据沙特媒体的说法 是这个劳国王因为肺部感染被送进医院 但是沙特官方的说法却是突然的高烧和关节疼痛 目前具体原因我们还不好下准确的判断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两个集团的华氏人 沙特和伊朗先后出现这种情况也未免过于巧合了 必须提到的是沙特官方对劳国王的身体健康状况曝光的非常少 但是有限的几次曝光消息中 是在2020年的7月有一次胆囊切除手术 2022年的3月更换心脏起泊器电池 老国王的身体状况似乎和肺部没有什么关系 但上一届沙特官方又是巧合的死于肺炎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信息 不知道是不是给予什么考虑 还是在怀疑什么东西 就在上个月这个沙特官方专门去沙特首都利亚德的医院 接受了一次体检 检查了什么沙特没有说 可紧接着一个月老国王就中招了 直观的说这些年中东事实上成为了大国博弈的一个舞台 同时也成为了全球反帝反致迷主义的一个舞台 在巴以问题上 全球绝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都愿意支持巴勒斯坦 其实已经看见端倪 即便是中国在中东也做了不少的布局和战略规划 而这些规划很大程度上 需要伊朗和沙特的支持和配合 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 中国继续推广自己的一带一路项目 继续围绕巴以问题来做文章 进一步挤压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但是很遗憾的是 伊朗和沙特先后都出事了 如此可怖的行径 势必会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产生冲击和影响 下一个接任者到底立场是什么呢 也没有人知道 进一步说接连的两场意外发生 给整个中东局势带来了太多的变数 也可能有人怀疑万一这些都是意外呢 当然有这种情况 这些的确是有可能 单纯就是巧合 就是意外 但是真相在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在之前讨论斯洛法克总理遭遇枪击刺杀的节目中 就曾经提到过 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已经不再重要 而是其他势力集团怀疑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世界进入大争之事的背景下 信任这种东西被打破 那么接下来恐怕无数起突破底线的行动 可以预期这一系列突发时间将加剧八一冲突的外溢 最残酷的斗争或许已经开始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再见